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松仁玉米虾球 那么我们需要的材料呢就是松子 然后这是冷冻的玉米粒和毛豆 还有这个是切了一点胡萝卜粒和葱末 香菇粒 然后我们还需要虾 这种带虾头的虾 然后只需要一点点淀粉 还有白胡椒粉 蚝油 料酒 盐 糖和油 这是我们需要的所有材料 我们还是把虾呢去除虾头虾壳和虾线 虾线我们就在这个第二或者第三个关节用牙签 把虾线就可以挑出来 然后虾壳和虾皮呢我们要放在盘子里备用 不要扔 我们首先呢把这个玉米青豆和香菇放到空气炸锅里面烘干一下 因为这个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嘛 里面有水它是冰冻的 然后香菇是拿水泡过的都有很多水 我们就拿这个空气炸锅烘干一下 没有空气炸锅的话呢你就放到这个锅上面 就不要放油轻轻的就是用小火慢慢烘一下 它一会就干掉了把水烘干就好不要弄糊掉 然后我们现在呢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330华氏度 那我们烘干大概需要八九分钟左右 然后我们把清理干净的虾肉呢切成这样的虾球虾丁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把虾球研制一下 倒入一点白胡椒粉 然后料酒 然后放入糖 然后放入一点蚝油 然后倒入一点生粉 这生粉都要多啊 淀粉生粉都可以 然后我们抓拌均匀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烤干了的玉米和青豆 就大概是这样 只要是烤干水分就可以 不要烤得很糊 然后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松子倒入到一个没有油的小煎锅中 把它稍微煎一下 就炒一下 不要放油啊 这里也可以放到空气炸锅里 但是我是不想每次都用空气炸锅 所以我换另外一种方式 像刚才那个玉米粒啊什么的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把它烘干 那这个就是小火的 小火把它轻轻的这样翻炒一下 就让它表面出现那种有一点点焦的颜色 我们把它炒至这种变焦黄的 就这种变金黄了就可以了 那么在炒的过程中一定要不停的翻动 一定要小火 不要让它很容易就糊掉了 这样就是变成这种金黄色的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了 我们现在把它放入锅 然后呢把刚才的这个虾皮虾头了 都放到里面来炒一下 然后呢我们要往里面加一点点水 就把这个虾头像皮 身上的这些虾油啊 全部煮出来 我们煮的过程中呢 要把这个虾头挤压一下 因为这个虾头里面会有很多的虾 虾油什么的 就把这个肉都挤出来 把这个虾头里面挤得差不多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些捞出来 把这个虾颗虾皮捞出来 其实这些虾颗虾皮啊 你可以留着做汤 就是做一个什么什么汤啊 放到里面 特别特别的鲜美 然后我们把这个虾 刚才做好的这个虾 虾粒啊 把好的这个虾滑 这个虾粒倒下来 跟这个 跟这个汤汁混一下 你看这个虾皮 你看这个虾头这个啊 一会儿你放到一个水里面煮一下 然后再放一点青菜 特别特别的鲜美 现在呢就把这个虾呀 在这个里面 它们炒一下 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 它们炒一下 虾肉就炒好了 现在给虾肉盛食 然后我们把刚才炒虾 这个虾肉的这个锅呀 里面加入水 然后把锅底这些 刚才那些 就是那些 粘在锅底的那些 虾的黏黏的那些东西啊 就把它刮下来 然后把锅底这些 然后同时呢 我把刚才这个虾 虾头和虾皮再放回来 然后再煮一下 又放几个青菜进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里面 加入一些盐 加入一双盐 现在我们下热青菜 这个汤汁特别特别鲜美 然后这个汤汁煮起来的青菜呀 超级好吃 这样煮一会呢 我们就把这个青菜呀 在里面捞出来 放到一个盘子中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滤网 把这个汤汁倒进来 好 那么我们这个 刚才用这个虾汤啊 做的青菜就做好了 也非常非常好吃 我们现在锅中呢 加入一点油 然后呢 撒入一点葱花 把刚才的那个虾 我们炒好的那个虾球放在里面 然后倒入一些 葱萝卜 还有芽 香菇 所有的这个材料 炒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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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加一点盐 然后你加一点盐 这个是不算比的 反而不算是盐 炒过的 将来我们 hard to trust 把酱快速地翻炒一下就可以了 已经出锅了 好了那么我们的这个松若玉米虾球就做好了 这个非常非常鲜美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